养老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财富创造的问题 财富创造的越来越多 养老的问题就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你财富创造的越来越少 而享受的人越来越多 你的养老问题就没办法解决 那没有办法解决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呢 不是说你14亿人变成24亿人变成28亿人 地球一定会爆炸的 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放钱 跟日本一样 你以为日本人笨吗 他想不通这些问题吗 我为什么这个负债率要这么高 要养老 没有办法 到最后的话你会发现一点 日本其实百分之六七十的财富 是在老年人手里 他到最后会转到年轻人手里 现在关键问题是 老年人的这个平均年龄越来越高 比如他日本人可以活到90岁 所以50岁60岁的人拥有财富 他也不消费 他要过40年他才能到年轻人的手里 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延迟退休 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不想生 第一确实找不到合适的 第三个我们对于女性太歧视了 你让她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如果有这个能力 那我去找一个这个库里边 去找个人 然后是怀孕 我单亲妈妈有什么了 或者是单亲父亲 大家都应该接受啊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有钱的人或者有能力的人 喜欢孩子的人 他会多生孩子 那有什么不好的 没有能力的人少生一点 儿媳通常情况下 跟婆婆关系不是太好 但是黑龙江这个人口的本质问题 还不是因为生的少 而是她留不住的 但凡是能够创造财富的 大部分移出去的 这才是可怕的 这东北三层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事情 那东北啊 我们再生娃 然后你想想看 北海道人也很少 但人家过得很体面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人少生娃 你生了娃之后 这些娃总归会变老的 人口红地总归会消失的 那我们生更多的娃 然后让娃来帮我们养老 然后这些人 他的独立的生活也不要了 就让他待在我身边 然后大家庭 那我养老就有靠了 不要这么自私好不好 不要这么中世纪好不好 孩子对父母是应该有感情的 但是父母也不能自私 就很奇怪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所有希望 就个人的独立意志 一点也没有的 能力也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你养个孩子 就是为了给你养老的 什么人呢 快手 拥抱每一种生活 一般人呢 有什么人呢 我可以用这种生活 就是为了